阿倫的D90操作方法 先打開有空氣的開關 這時候會有出現這個 先把車子的V17電源打開 在這裡 然後電辯的開關在這邊 打開之後 有空氣按右邊這個 確定 它就會對平 還有聲音對好就是對平對好 這時候就開機完成 把方向燈左右轉 這一個是雙紅燈的開關 這個是油門開關 打開之後車子就可以 可以控制球後 那這個是 車燈的安全開關 撥開之後 油門腰桿往左撥 就可以開燈 那只要把它關掉 就誤觸到 就不會把車燈關掉 在控制前後 車子前進後退的時候 就不會去開到車燈 打開 打開 油門開關關掉 車子就不會動 右邊這個是腳盤的安全開關 打開 打開之後用右邊的搖桿上下 就可以控制腳盤 手放線 往下是收線 往上是放線 那關掉之後 就不會 腳盤就沒作用 就不會誤觸了 出來了 出動 到處 出動 出動 出動